今天想要包庇的人 我不管他犯了什么罪 反正我就全部到教育局来洗白 到教育局来一年两年之后 没有人讲了 然后再让他回去 遭到性骚指控 甚至已经调查成案的狼师 没有被严惩 竟然还被调到教育局的校安室 形同升官 这是发生在高雄市 老师涉嫌骚扰学生的案件 根据调查 高雄某国中老师 2020年就被指控 跟踪骚扰该校女毕业生 还要求交往 造成对方压力大到自伤 但事件曝光后 教方只记了两大过就不了了之 2023年在被揭露 这名国中老师 趁着到外地毕业旅行 闯进女学生的房门 还试图打开浴室门 甚至是午休时 躺在女学生旁边睡觉 还会乱摸女学生的手等等 我再讲一遍 他已经是第二次犯了 而且今年犯的是八个案子 经过第一次调查有四个案成立 那我不晓得到了这边 是不是有更多机会 到各学校再去做这些这样的事情 就于团体指证 这名狼师劣迹不断 结果还被延览到教育局 洗白一两年后 是不是又能再次回到学校 他在工作的这个产域上面 是先跳脱学校的教学现场 是先处理跟工程安全等相关的业务 那不过也曾如一座所说 这个部分我们后续在处理上面 会更谨慎的去做思考跟研绎 教育局强调后续处理会更加谨慎 但就要一句空泛的回答 无法保障学生在校园里应有的安全与安心 进行为谢嘉宁减品节才能报到